影片中中国军人倒数准备攻坚 剔开铁门全部往内冲 仔细看门上方红色牌子 特别用繁体字标示办公室的位置 中国日前频繁军演试图用武力威吓台湾 如今在出招官方又公布一段 特种兵室内突击演习的影片 画面中还出现了除长式繁体字标示 影片各被中国网友后置写下 处处都是繁体字 根据中国媒体报导 场景中出现了办公室和除长式 这六个繁体字 一次是以台湾为目标 作为攻坚演练 影片中露出繁体字 这可让中国网友嗨翻 有人说繁体汉字 简体汉字都是中国文字很正常 传承传统文化显示祖国统一 还有一票人留言 直说没有特别的意思 要大家不要过度解读 不要对号入座 影片在微博上不断被转发分享 短短二十多秒的演练画面 在中国引起讨论 电影中文字幕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曾经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